就放假 其實放假我其實就是除了 就是要帶小朋友出去 然後其實有好處 就是你知道小朋友可以丟給大家 大家抱來抱去 晚一晚這樣子 然後爸爸也會帶我們出去走一走 走春什麼的 親戚家 朋友家走一走這樣子 然後但是開工之後就 會有一點落差 對 所以要怎麼調劑這種 就是放假跟開工的這種心情的落差 就是我可能會在家裡 趁小孩睡著的時候 然後就是好好的洗髮臉 去個角質 敷個冰箱 你知道 她中午的時候 對 中午就喝一杯 那是她 那是她 她撥一片 可能就是洗個臉 然後去個角質 然後因為她大概可以睡兩個小時 然後我就可以敷個臉 然後自己沖一杯咖啡 對 就是一個小確幸 然後早上去買她的副食 就是一些蔬菜 水果的時候 順便買一下我的下午茶 比如說小蛋糕 小泡芙 就可以在這個時候享用 然後就躺在沙發上放個音樂 或者是不要聽音樂就是 對啊 有時候會睡著 但是有時候會看 動作慢一點 想要睡著 有時候會看一下追個劇 就自己放鬆一下 這就是我的小確幸 就是面膜這樣 然後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對啊 我覺得挺好的